每次都把我一顿打 大家怎么不想想 这个哥哥 为什么要陷害我这个弟弟 你在说什么呀 你给我住嘴 休说这根本不是你哥哥的事 就算是他说了 也得有他说的东西啊 若是你没有说这这狂美之言 他就是想传扬到巴黎之外 也得有东西让他说嘴呀 是不是你说的 我说什么了 是不是你说出去了 我说什么了 我曾经说过 官家对杨无端太刻薄 毁了他终身 你在我这听了一耳朵 转动就对官家去说去了 世上哪有你这样的哥哥 我 我 我这 放开你哥哥 放开 说 为什么害我 我对天法师丢此事 你说 混账 你到处花天有地口无遮拦 说出大逆不到的话 还要怪罪你哥哥吗 这话我不是在外边说的 是在书房练字的时候说的 没时候 我还不到十二岁 看大哥哥自写的俊巧 天天与你一头练字 我说这话的时候 并无别人在场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你生态 生下留情了 别 别 你救我呀 我无自小抵乱多病 都不能走客举适途之路 他也从未与你争什么 他陷害了你 对他有什么好处 二叔 放开什么 放开 乖人 我也奇怪 哥哥你为什么 总是要陷害我 从想到的 你就与我过不去 故意摔倒了 说是我推的 发烧生病了 说是被我吓的 五岁那年 你拿了父亲的班纸 说是我偷的 父亲呢 不分青红皂牌 每次都把我一顿打 大家怎么不想想 这个哥哥 为什么要陷害我这个弟弟 你在说什么呀 你给我住嘴 你给我 修说这根本不是你哥哥的事 就算是他说了 也得有他说的东西啊 若是你没有说出这狂美之言 他就是想传扬到巴黎之外 也得有东西让他说嘴呀 你不懂 原来父亲是这么想的 父亲真是这么想的吗 你用不着跟我做出这副委屈啊 你哪里有错呀 但凡有事你什么时候承认过 回回都是推给你哥哥 或是其他堂兄弟们 每次都是他们闯的祸 你长这百八十你这么大的个 就从来一点祸都没闯过 好 我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就算我河河之上下掌犯罪 我弟兄的父亲也可偏心 坏人 你也不正确 好 好了 哥 这几日你天天借酒消愁 我知道你心里伤心难过 总没多嘴 可是你也总得有点限度啊 总这样下去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我 我不喝醉了 如何和曼娘和两个孩子交代 怎么不能交代啊 可考落榜是平常事 大不了再考 考不了了 是关远 亲手把我的名字划掉 还说 让我五十岁之后再去考 是吧 我这辈子也是毒啊 什么 这 那 那就让你父亲到官家那里去说说情 就说你当初年少无知 是 没用的 我父亲认定是我的错 不 他巴不得是我的错 我不上进 就显得我娘该死 也显得我不配做侯府的嫡子 我们这一月二年 都是自欺欺人 都是觉得这样就能显得 他们能忘了当初是为了银子娶我娘的事实 娘 我渴了 我渴了 渴了 你爹当不上官而已 当官 能够成官 这老黄爷爷不喜欢这个儿子 就来跟着他自立的我 妈也顾不上什么妈奶儿子 事到如今 我只能有一次 我也是 起来 走 走 我 我 我真是不上街 我对不起我外族 和我母亲 他们都希望我静望听 你 忘了让我白家的闷闷 可是我 以为一句戏言 又彻底断送了我的前置 我 我就如同顾家说的 我总是个逆子啊 哥 别这么说了 妈 这你可就想错了 你出生时候 你母亲跟我说了 望你这生 能平安喜乐 其他的 我们大姑娘都不放在眼里 我 我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 咱们叶家门口 去养着了乡亲 找个地方 来 轻轻轻轻地过日子 好不好 好 多听叶哥的 只要你能快快活活的 老婆子 什么日子都能过 啊 我这个去侯府 把家车里搬过来 侯府也容不下我 我也不便在那儿久留 以后啊 我就与你 容儿 长儿 一起清清静静地过日子 我还怕 你跟侯府闹翻 他们要是抓你打你 囚禁你怎么办 还是从长记得好 怕什么 区区侯府几个可拦不住我 再说 我还有个石头呢 石头从小在曹房长大 身手好得很 再不成我就不幸过了 我愿意 我愿意 掌握世外桃源 多问世事 男更女之 岂不美在 好 怎样都好 我只想 陪在二郎身边 你让我们推荣 我终于是 我先把你把你担心 我给你担心 你担心 你担心 我都不担心 你担心 你担心 我担心 你担心 我担心 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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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